这个造炼是要给我们当地的气象调节 包括水的情况进行造炼 通过失业以后 我们的这个一亩地 渣草方格是667个格 我们只在它的塞肥之一 那么剩下的塞肥炸 我们就通过种草 来能通过绿化以后 使沙漠变成绿洲 我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例子和计划 其他人在周圍的地方 可以更新地域 和在自己的地上 在最終的一天 我們會看到 的地方是一場所 我們是在隱藏的地方 可以成為了 以為我們 未來的一種 在影响